霹雳州两家上市公司合捐100万领级与大马希望基金 岛屿、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今日在接领捐款模拟支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笔款项也是目前霹雳州给予大马希望基金最大数额的捐款 他说 上述两家公司在国家有难之史挺身而出 可向有足证明华商并非为力士图建立妄矣之辈 而是有着一颗爱国之心 图 星州日报 霹雳州两家上市公司必胜有限公司 和一粒有限公司合捐100万领级与大马希望基金 在国债高筑时期表现华商的爱国之心与国家共同进退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今日在接领捐款模拟支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笔款项也是目前霹雳州给予大马希望基金最大数额的捐款 他说 上述两家公司在国家有难之史挺身而出 可向有足证明华商并非为力士图建立妄矣之辈 而是有着一颗爱国之心 他也说 他相信上述两家公司主动捐献的作为将可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希望基金捐款接下来将远远不绝 即此 他也欲请政府相关公司应该捐款相挺 延伸阅读 希望基金第一天捐款额超过700万 财政部长林观英说 截至今五三十 民众捐给大马希望基金的款项已经达到700万令吉 不成三十一日讯 财政部长林观英说 截至今五三十 民众捐给大马希望基金的款项已经达到700万令吉 他说 财政部网站将在每天下午三十更新数额 他今五在记者会上指出 所有捐款都可以享有扣税 他说 所有人民的捐款将确保用来支付国债 林观英感谢发起众筹以解决一兆国债的国人 也感谢所有自愿捐款的国民 他说 虽然网上众筹数目小 但不是从数目上来看 却是国民爱国情操 显示大马人民团结一致爱国 不愿看到国债高筑 要看到国债尽快解决 他指出 数目或目标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国民参与还国债 他表示 这是由财政部管理的户口 肯定会有稽查 包括内外 林观英说 这个基金没有限期 如果政府决定停止 会告诉人民